清律的台湾智库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公布最新民调 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的 只有22.2%的民众认为成功 63.2%的台湾民众认为香港未来的民主是悲观的 此外有73.2%的台湾民众不接受与中国大陆统一实施一国两制 而面对中国大陆一连串的外交打压 有51.1%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更加坚持主权拒绝矮化 有34.4%的民众则认为要接受九二共识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解读 从中国来想他想推动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实施一国两制 看起来台湾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这样的一个议题是感到悲观 而且拒绝接受的 感到悲观就是他看到香港的案例让他觉得悲观 而他本身对于是否接受九二共识 也是抱持一个反对的态度 担任蔡政府重要智囊的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注意到 三成四愿意接受九二共识的民众在政治光谱上显示 六成以上国民党支持者赞同 三十到六十岁的忠诚代四成以上赞同接受九二共识 这给了中国大陆操作的空间 大陆那边他在看到国民党他现在的这个态度 甚至可能比这个马英九时代更像中国这个趋近的时候 那他对台湾的那个内部的那个评估会是怎么样 以及他的操作的方式会是如何 我觉得这会所带来的这个意涵会非常的有趣 而另一个清律的美丽岛电子报委托戴利安先生 所做的最新国政民调 当民众被问到如果中华民国邦交国都断交 就应该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 以台湾民意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认同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七 不认同的比例则为百分之五十一点三 其中二十到四十岁青年世代超过半数反对 美丽岛电子报解读 尽管年轻族群有天然毒成分 但是要更实践台湾独立想法时 多数人仍抱持迟疑的态度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